念佛妙法是成 意念修养是纯 接下来给大家讲 传法要平等 这个平等是我传给你 你传给他 就是说 人与人在传法这个问题上 是绝对平等 传法的信仰概念也是平等 但是 如果一个人连菩萨都不信 你怎么与他平等呢 平等是说 你的素质和我的素质是平等的 你的理解力和我的理解力也是平等的 你的概念和我的概念是平等的 你相信的东西就是我相信的东西 信念信仰概念是平等的 你才能给他讲法 当平等了之后 有一句话叫 默付 就是默默的付出 救人 要默默的付出 也就是 默默的付出 你的真情真义 这才叫 真正的平等传法 得到佛法 得到佛法后才能讲到你的个人境界 你的境界必须靠学佛念经后才能提高 提高境界后才可以脱离烦恼 如果你每天想着烦恼 你的心里就会充满烦恼 因为烦恼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很多人在还没有烦恼的时候就开始想烦恼了 你天天想烦恼 烦恼就会想着你 来找你 心里充满了烦恼之后 人就不能清静 想想看 如果人不清静 怎么传法呢 平等是见地平等 就是见识平等 大家的见解 见识都是平等的 也就是说 心和心是平等的 只有当你的心和心平等的时候 你才能传法 才能接受法 在前世积累的因果中 人身上的业障已经造成了 只要有人点火就会爆炸 如果把业障比作火药 因为人身上都是业障 而且已经存积了大量的 有害的元素在身体里面 任何的火苗 业障就会爆发出来 如果你身上都是好的干净的元素 拼命地点火也点不起来的 犹如你天天讲发财 而自己没有发财的基础元素 是发不了财的 如果你身上都是不好的元素 人家一讲你不好 你就真的会不好 所以 自古以来 说好的不灵 说不好的就灵 平等修法 就是修意念修养 当一个人 意念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种元素 那就是修养 境界越高 修养就越高 那些随地图谈的人 乱拿公共财物的人 你们说 他们有高的修养吗 他们的修养是很低的 建地也是很低的 因为境界不到 所以他们认为 做这些事情 都是无所谓的 这种建地的人 也会在心里 产生一种基本元素 那就是垃圾 师父现在 给大家讲 念佛的妙法 为什么同样是念佛 有些人 念的就灵 而有些人 念的就不灵呢 因为其中 有个妙法 首先 事出世间法 无不以成为本 成则消灭障 增长善根 修心念经的妙法 在于成 讲到底是一个成字 一个人没有成心 怎么念经 修心 成则消灭障 一个很成心念经的人 一念经 就可以消很多的念障 念经的时候 要用最长的心来念 可以增长你的善根 增加你的智慧 第二 西律望源 一心静念 就是在念经的时候 必须把自己的 各种各样的忧虑和顾虑 全部熄灭掉 忘记各种各样的缘分 不管这个人 与你是什么关系 所有的缘分 要全部忘记 这样 才能达到 诚心静念 因为 当你西律望源 沉浸于佛法的时候 你是 一心静念 你的心 只有一个念头了 是很干净的 一个念头 叫 一心静念 然后就像听到了圣音 亲灵源音 就像听到了天籁之音 就像听到了观世音菩萨的声音 看到观世音菩萨的脸 在给你讲话一样 其实这就是亲自聆听 第三 潜通佛制 暗和妙道 就是你已经潜入通达 到了佛菩萨的智慧 并找到了这条道 念经念道和菩萨的境界合在一起了 这时你才能 这时你才能学到菩萨的智慧 修心修道和菩萨平等的境界 你才能潜通佛制 暗和妙道 这个暗和是正好正巧的意思 第四 成道极处 获然贯通 就是说 你诚心念经的时候 脑子里完全相信佛菩萨 没有任何杂念 突然之间 什么都明白了 什么都通了 其实 学佛就是讲究一个物字 以成为本 消除孽障 增长善根 息律望源 一心静念 潜通佛制 暗和妙道 成道极处 扩然贯通 此乃 念经 妙法也 正人 行邪法 邪法 一正 这个人是正的 如果做了 有些偏移法门的事情 而他讲出来的东西 也是正的 而邪人 行正法 正法 一邪 佛法 是不是正的 为什么 会有邪道出来 为什么 会有邪魔出来 能明白吗 正道 正道 由邪人 去做 会变成 邪道 永远要记住 我们在修法当中 一定要 行的正 当你人不正了 就算学的法 是正的 讲出来 也会是邪的 比如 邪人 学正法 正法 也成了邪法 因为心 是邪的 是邪思 说法 他的思维 是拿菩萨的东西 来打击别人 他可以拿菩萨的 一条条戒律 来打击 某一个人 这本来 就偏离了佛法 学佛法 不应该去讲 人家不好 更不应该 拿菩萨的戒律 来套这个人 套那个人 当你内心黑暗时 你虽然身处光明 但是 你的内心 还是黑暗的 当你内心光明时 你虽然 身处黑暗 但是 你的内心 仍然 是光明的 未曾生我 谁是我 我还没有生下来时 谁是我 生我之时 我是谁 等把你生出来之后 你又是谁 你知道你的前世是谁 你的在前世又是谁 长大成人 方是我 长大成人 就是我了吗 是我吗 我是谁啊 还是不明白 自己是谁 到了最后 何眼朦胧 又是谁 快要死了 两眼 要闭起来时 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时候 你又是谁 人 从生出来 到死 朦朦胧胧 活了一辈子 人一辈子 就这么快地结束了 想想 这是什么感觉 所以说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谁 人来到这个世间 是匆匆的过路课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要去寻找 真正的东西 学佛 要学会沉默 沉默是诽谤 最好的答复 当人家诽谤你的时候 你最好的答复 就是沉默 学菩萨 要学会沉默 不讲话 但是 很多人 就是不能沉默 哪怕是 学佛的沉默 也是装出来的 学佛的沉默 是要把恶缘 在心里化解掉 学佛的沉默 是跟菩萨一样 大慈大悲 大度能容 随缘就度 你们看看 菩萨沉默吗 菩萨看我们 清清楚楚 知道我们 每个人的行为举止 虽然菩萨不讲话 菩萨很沉默 但很威严 所以 我们人 要做得有威严 不要怕人家说什么 自己有威严 自己要沉默 有一句话叫 沉默是今 话越多 失败越大 很多人 在一生中的失败 就是失败在 语言上面 很多人不能沉默 做事 就是喜欢讲 不论做好事 还是做坏事 都喜欢讲 要记住 学佛修心 做功德 都要做在心里 大家都会感谢你 要学佛菩萨的沉默 训练自己的定力 能使你在学佛当中 处于乱中不动 顺逆境不易 但是 我们是很难做到的 要训练自己的定力 要能定得住自己 能使你在学佛当中 处于乱中不动 要学会 如如不动 心 不要随静转 顺逆境不易 就是不论是顺境 还是逆境 心 都是很平稳的 这是学佛的基础之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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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